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陈香如谢刚杀青,杨子再次接大女主剧《2022》是否能更上一层楼? 说起杨子,在90后小花里的演技那绝对算得上脚脚者 在2018年更是凭借着香蜜沉沉浸如霜一时大火 后又在2019年主演亲爱的,热爱的电视剧收割大批粉丝,晋升顶刘之烈 再加上和肖战强强联合,主演余生,请多指教,呼声不可畏不高 但很遗憾的是至今这部剧都还没有播出 就在今年10月中旬,杨子与陈毅的陈香如谢杀青了 这部《虐恋仙侠》剧同样也受到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而眼下,网传杨子再次接演战女主剧《苍穹以北》 并且将于2022年1月开机,男主有优质班底加持,演技妥妥的,可能会成为暴剧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,那2022年是不是有很多杨子的剧可以看了 杨子是否能再一次创造奇迹,是否能更上一层楼,想想都有点激动 据网传《苍穹以北》讲述的是航天工程师浮城,放弃海外高薪工作,加入北斗研发团队 并且在恩师的带领下,招募了工程师梧桐和天才程序原夏飞雪,组成三人小组,在磨合中突破重重困难,最终成长的故事 这类型的题材,在近年来都挺受欢迎的,就比如杨阳和迪丽热巴主演的《你是我的荣耀》,虽然只有一点点的相关性 但是收视率相当可观,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原因 杨子近年来的演技可谓是大有提高,现在是妥妥的实力派,这次在《苍穹以北》中再次单起《大女主》,对她来说应该能够很好的演绎这个角色 如果真的是杨子出演的话,这部剧无疑是一部热剧了,毕竟杨子的热度可是众所周知的 你觉得呢?欢迎在下方评论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,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,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,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,谢谢大家